不喜欢复杂款式的家人们看过来哦,一根绳,一个结,就能编出的超美手绳,赶紧来学一学吧。 首先,准备一根50厘米的72号玉线,先将它中间对折后,准备开始穿珠子。 为了好穿,可以先把两根玉线烧烫在一起,然后穿上准备好的珠子或配饰,先将它们拉到差不多中间的位置。 接着就是把作为尾扣的珠子也穿上。穿好后,就把尾珠拉到合适的守卫位置,然后开始打结。 下边这根先向后绕个圈,上边这根绕食指一圈后,穿过前边的线圈,先拉紧下边这根,然后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再拉紧上边这根,这里一定要将它拉紧。 拉紧好后,就把后边多余的线绳剪掉,稍粘。之后就可以把对折的这边固定到夹子上去。 然后拿出20厘米长的同色72号玉线,将它对折后,放到手绳的下边,准备编推拉扣。 推拉扣其实就是双向平结,而这里双向平结不用编很多,如果左右为一组的话,编两组就可以了。 编好后,取下来,把多余的线头剪掉稍粘就完成了。 最后扣好尾扣,推拉扣推到尾扣下边后,手绳就完成了。 是不是超简单的? 另外,如果准备的配饰或珠子孔比较大的话,就可以把线绳对折后,往后移到比一半手围还少一厘米的地方,先打两个蛇结,然后再穿配饰或珠子,最后再打两个蛇结。 就像这样,结尾的编法和前一条是一样的,都编好后,看,两条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手绳就全编好了。 你学会了吗? ,请说,请搜尾